到底是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还是私人也还在争论不休 那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来我们一起做个选择题 你在学这篇文章的时候 到底是行避乱其所为还是读行浮乱其所为呢 我在东北读书 我清楚的记得 老师教的时候就是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而这句话也读的是行避乱其所为 这篇文章中有两个这个福字 到底应该怎么读 思和是好歹指的是一个意思 这个必和福读音不同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我先来跟大家读一下全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顺发于全母之中 复月举于板柱之间 交阁举于余言之中 管一吴举于事 孙叔敖举于海 百里西举于事 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避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 然后能改 溃于心 恒于律 而后坐 争于色 发于生 而后遇 入则无法家 必事 出则无敌 国外患者 国恒亡 然后之 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也 所以这两个字 到底是读 必还是读 符呢 我等大家的答案 我也这会儿去采访一下 我大学里的中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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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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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